我是又找另外一個,其實體上都差不多 我把它打開之後,我這邊是中文的 原來那個版本是英文,也是免安裝的 直接打開就可以了 然後呢,這邊的話有個打開資料庫,會open 然後你就找到 我們 我是放在低疊底下的這個 Python 2020的目錄裡面 所以我就把它點開來 然後你會發現這裡面就有一個資料庫 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那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會跟你講說 裡面你建了一個資料表 或名稱叫table01 那語法它會告訴你,所以我的語法在這後面 然後呢,你可以把它 點開來,裡面有兩個欄位 一個資料庫 裡面有個table01的資料表 那兩個欄位 那如果想要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的話 你可以再點開那個旁邊叫blogsdata 我記得好像那個另外一個,我給各位那個版本其實也差不多 那你可以怎麼,點到那個blogsdata 不過我現在用的版本 它的那個功能比較多啦 OK,大概就這樣子 你會發現我剛剛輸入的Lumber 第一個 1嘛 然後裡面的這個電話 然後2,裡面的電話 3 有沒有 OK 那就是裡面的資料就可以呈現出來 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不要用這個方法去開啟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在程式裡面做 其實當然可以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你們在處理那個資料庫的問題的話 不外乎就是第一個 你要學會怎麼樣 建立,如何去建立一個資料庫 OK 那它的原理原則是這樣 如果已經存在的話 它就把它開起來 不會重新建立一個新的 那資料 資料表也是一樣 如果已經存在的話 有沒有,這個table 如果已經存在的話 if not exist 它才去建 如果已經存在了 那就把它打開 OK,原理原則這樣 那新增資料的話 是大概這樣 原理原則 那接下來的話 資料庫不外乎就是 最重要的是處理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把資料放進去 第二件事情的話 就是把資料再取出來 有沒有 IO嘛 輸入 然後讀取回來的話 那可是讀取的話 一樣喔 各位要有個概念喔 就是說 因為現在資料庫喔 都支援所謂的 SQL語法 那SQL語法的話呢 這些都是 所謂的標準的SQL語法 那如果說我將來要去執行任何動作的話 最重要是什麼 你就是下一個SQL語法之後 然後 SQ給他 他就會幫你把結果 然後 把他 去做完 那接下來的話 當然最重要有四個方法 第一個 新增 查詢 查就把他抓 把資料查回來 再來就是 刪除 比如說哪些資料刪掉的 再來就是什麼 修改 OK 新增 查詢 刪除 修改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做一些變化的話 底下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是新增嘛 所以最重要是 Insert into這個語法 所以喔 可能要稍微 稍微記一下 因為這個SQL語法 不是只有在那個SQL line裡面可以用喔 其他資料庫呢 用的方法也都一樣喔 OK這個可能 要特別注意喔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SQL line browser 除了可以用我雲端上面那個之外 另外你也可以用我剛剛講的這個 我另外查了另外一個 然後 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把資料查回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查詢 用slate語法 把結果給查出來 所以剛剛的話呢 也許我們可以把剛剛這個模組 可以把它存檔 這個也許叫什麼 新增 OK 新增 新增資料 那如果要把它改成查詢的話 我再開個新的 其實特別注意喔 開個新的模組之後 接下來你會發現喔 剛剛的任何動作 都一樣喔 都一樣喔 包含什麼呢 開那個 前面的這幾個動作 有沒有 但是呢 我們不需要建立一個資料 所以前面這三行一樣 複製一下 你可以把它貼過來 前面的 三行 OK 那底下的話呢 後面這兩行 包含什麼 這兩行其實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我將來如果要新增一筆記錄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兩行複製一下 有沒有 insert into這個語法 只是說我要查詢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查詢的語法改一下 比如說要改什麼 查詢的話 這個語法 特別注意 就不是insert into 語法的話 slate 查詢 那這個查詢有點像是 Excel裡面的篩選 篩選 有沒有 塞什麼 哪一個資料 表 哪一個工作表裡面 那只是說呢 如果在 資料庫裡面要下這個 sicle語法 那這個sicle語法 特別注意喔 他的語法一定是 查詢slate 後面加個信號 指的是 所有欄位 比如說我們兩個欄位啦 有沒有一個電話一個號碼 一個那個lumber 一個是編號 一個是電話 後面的話加一個front 這個哪個table 我們叫table01 後面就不用這個value啦 因為我們就只是說把資料全部查回來 那特別注意喔 我查完 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要把裡面的資料全部都 都把它調出來的話 其實這個這兩個語法一樣嘛 那差別在哪裡喔 你可以看到 最大的差別是說 因為他如果查回來之後 前面呢我們要必須 多一個東西去接他 那所以特別注意因為查 不像寫 寫就丟進去把資料寫進去 可是我要查的話 那我要把資料 查回來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會跟這個 剛剛的語法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我excue這個動作 他會return一個東西給我 所以呢 我在前面加個什麼 加個 其實 更正一下 其實不加也沒關係啦 你加一個c等於用這個c 或者是說 你 他會幫你把資料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cursor裡面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cursor裡面的東西全部讀出來的話 那我底下 就必須要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 Printer OK Printer什麼呢 把這裡面的東西全部讀出來 那怎麼全部讀出來呢 第一個啦 因為 他讀回來的東西 沒有 只有欄位名稱 不像是 Excel上面會有個 什麼編號電話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自己寫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把這個cursor裡面用for each的方式喔 我剛剛才講過喔 所以呢 for each row 這個row是自己取的變數名稱啦 或者你叫r也可以啦 那這個就是 他是把 那裡面的每一列 有點像我們剛剛 創載資料庫 資料表裡面這個資料 這個叫一列 兩列 三列 對不對喔 所以裡面有三列嘛 那 這個for each啊 就是說 幫我把這個cursor在這裡喔 這個三個每一個呢 都幫我一個一個 所以他會先讀這個 把1這個丟過 丟來這邊給他 那因為裡面有兩個欄位 所以呢我們用這個方法敘述 第一欄的話喔 就是0 中國號有點像是 把它當串列 所以其實他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當串列 來看待 那中間加個豆點 然後再把 所以先把1先 放在前面 所以這邊是1然後再豆點 電話號碼 再換下一個 2 再換下一個3 OK好 我們已經把 程式寫完了 OK所以喔 資訊給各位看一下 他沒有表頭的問題 什麼 沒有表頭的問題 你說上面欄位 欄名嗎 沒有 他沒有 他return回來就是沒有欄位名稱 那個number跟那個pl 那個他不會讀到嗎 對他不會讀到 他只會讀到 這個裡面的資料 上面的那個不會給你 所以變成說 你就是要自己去加 所以這兩個是我們自己加的 OK 好把printl給各位看一下 printl 看一下 有沒有 他得到的結果 這太小了 把它放大一下 得到的結果就是這樣 得到的結果就是這樣 我就先 先把這個兩個 先printl出來 然後呢 把剛剛的那個表裡面的 cursor 全部都列在這裡 那因為每一個嘛 有沒有 中間加到豆點 有沒有 中間加到豆點 所以他會printl 那就換行 換下一個 printl換下一個 全部讀出來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剛剛的新增資料 這個模組有沒有 把它變成叫查詢資料 所以最後的話你把它儲存 這個叫查詢 查詢 OK 然後 所以理論上 資料庫 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學會如何 建一個資料庫 然後建資料表 之後的話呢 新增資料之後 就是新增 查詢 再來就刪除 再來就修改 如果你把這四個學完 資料庫大概就是 主要這四個功能 其他都是其次的啦 OK最重要如果你這四個會 大致上你對於資料庫的操作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 另外的話 新增 查詢 刪除修改 最重要就是新增查詢 一般不就是把資料放進去 一般不就是把資料查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所以喔 你可以把新增資料 這三行 跟這兩行 複製過來 OK然後把 剛剛 insert into 改成叫 slice 所有這個新號指的是所有欄位 假設有兩欄就兩欄 三欄就三欄 OK 從那個table 然後呢 執行完之後他會把資料放在這個cursor裡面 然後我就一個一個把資料讀出來 幫我列在 這個地方出現 OK 請各位試試看喔 畫面還給各位 那如果你會這個方法的話啦 你甚至就不需要那個siclize browser啦 因為siclize browser等於是說 如果你 沒有工具要查的話 那你 就跟人家說呢 你只能透過一般的 外部的工具 那如果你會下語法 你就直接寫語法也可以啦 OK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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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